大家好,我是小安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们的视频 老话说得好,冬病夏至 夏天就要多吃一些排湿气、排干肚 清除身体毒素垃圾的食物 今天想要给大家分享一道代茶饮 每天喝一喝,可以清除身体的毒素垃圾 最主要的就是可以把身体里面一些寒气全部排出来的 这样使我们的腿脚不疼痛 腰也不酸,身体不饱 今天就把这个脆除寒气、续毒的代茶饮分享给大家 做法也很简单的 我们跟着视频了解一下 非常的适合这个夏天饮用 我们先准备绿豆 绿豆腺味干寒 入心境、胃境 具有清热解毒 令尿消除的作用 绿豆主要的作用可以解到清除的作用 能够促进体内的毒素还有肺污的排出 可以用来改善上火导致的腹部通胀 大便根节 小便短翅 咽喉肿痛 也能够改善身体里面的毒素中毒后导致的不食 绿豆腥海 还能够起到定尿消除的作用 比较适用于夏天来消除 特别是夏天天气炎热 身体大量的出汗 容易引发水电解质混乱 用来改善熟热反渴 小便不利 水肿等不适 绿豆具有消肿这样的作用 能够用来改善热度大 尽量选择煮水的方式 让效果更好大 绿豆里面含有丰富的氨基酸 氨氨酸 多种氨基酸的成分 营养丰富 绿豆可以解败毒 解酒毒 解披霜毒 是一种非常好的解毒食物 平时要多吃一些绿豆 泡水喝煲汤都很好 黑豆主要的功效可以饱腹 补充营养 缓解便秘 增强抵抗能力 黑豆也是一种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粗粮 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 淀粉 多吃黑豆 可以起到很强的饱腹感 还能够缓解饥饿 黑豆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矿物质 所以吃黑豆 可以及时地给身体补充所需要的营养成分 黑豆中的膳食纤维比较多 在食用之后 也可以起到缓解便秘的作用的 黑豆含有比较丰富的蛋白质 吃黑豆可以使身体补充蛋白质 蛋白质能够起到增强身体的抵抗能力 清除毒素垃圾 黑豆钙含量比较丰富的 平时缺钙的缺铁的 都可以多吃黑豆 可以很好的补钙 补兴又补铁 营养很均衡的 成体能够很好的去食 对去除体内湿气有很好的作用 体内的湿气中的患者 可以使用一些橙皮泡水盒 橙皮属于一种中央材 胃苦 性温 具有形器止痛 以及肩皮的中和作用 可以起到调理脾胃的作用的 能够改善脾胃虚的症状 橙皮还能够起到造势欢痰 能够去除体内的湿气 缓解患者的咳嗓 痰痰的症状 还能够去除体内的湿气的 如果进食一些油腻的食物了 消化不好的 身体里面的寒气比较多 出现了咳嗓 咳痰 四肢冰冷的症状 可以用橙皮调理身体 通过调理脾胃 能够去除体内的风湿血气 所以橙皮具有很好的去湿效果的 橙皮能去湿 还能够去寒气 可以辅助去湿的作用 对于患者病情比较严重的 我们可以经常的煮水盒还是不错的 红枣被称为大枣 属于一种热性的食物 营养成分比较丰富 可以起到健脾一切的作用 对于不脾胃湿气引起的口臭 以及腹下的症状 都能够起到很好的调理作用的 吃红枣对于体内湿气有很好的超出 不会引起湿气中的症状加重的 所以吃红枣对于去湿有很好的效果 红枣属于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种食物 人体食用之后 并且能够补血 还可以补充身体的微量元素 对这里的好处是比较多的 平时我们可以多喝一些红枣水 或者是煲汤食物放红枣 只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红枣含有蛋白质的水果 多吃一些还是很不错的 不气不血 满溶猪烟 滋补甘身 又能够清除身边的毒素 去除垃圾 去除湿气 去除寒气 具有很好的去湿的效果 吃小豆 又名吃豆 红枣豆 米吃豆 红饭豆等等 为豆科植物吃小豆的种子 含有淀粉 营养比较高 具有消水力种 增强骨盖 降值减肥的功效 吃小豆含有很多的燥脚肝 该成分有力作用 给清除体液等毒素 多余的水分 促进血液和体液新陈代谢 起到清除水种的作用 可用于肾脏性的水种 心圆性水种 干硬化腹水 吃小豆含有较多的蛋白质 钙 磷 铁等营养成分 易于骨质的形成生长 这样吃吃小豆 会帮助增强骨质 银的程度上可以预防骨质冲松的 吃小豆是富含胃胺的食物 可以多吃一些 能够很好的通乳 滋补身体 吃小豆是一种很好的 萎萎作用的一种食品 比红豆效果更好 经常喝吃小豆水 可以排除身为一些湿气 寒毒 可以滋补我们的身体的 能够催营肠的蠕动 吸收脂肪 清除毒素垃圾 有助于筋肥 对于便秘派便 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接下来把准备好的所有食材 倒入养生糊中 加入食材的清水 中小火慢煮30分钟 我们多煮一会儿 食材呢都是比较坚硬的 一定要多煮一煮 更容易煮出一些营养的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制作事情不容易 请您发达的小手 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您的每一个支持和点赞 都说钱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只喝茶水就可以了 食材呢 可以反复的煮上两到三次 直到没有了味道就可以 这道茶水不需要放糖 这样喝呢微微的甜 比较好喝 原汁原味 更营养的 这道代茶饮 我们每天都要喝一喝的 可以排除身里面的湿毒 残气 去除毒素垃圾 减脂瘦身 滋养身体 对身体的好处是比较多的 好了家人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觉得我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您帮我点个赞 关注一下 转发给身边需要的朋友们吧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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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